以色列坦克大军攻进迦南大臣甘尤尼斯 硝烟四起 浓烟乱窜 甘尤尼斯医院宛如稀罚翻版 满地伤患物资缺乏 但加萨人的哭喊声丝毫无法软化纳坦雅胡 面对镜头 纳坦雅胡透露 已有部分武装分子投降 以色列招降随即被哈马斯打脸 开呛除非以色列愿意停火和谈 否则不会再释放人质 纳坦雅胡虽有美国力挺当靠山 但国际社会反弹声浪逐渐超过支持声 尤其与土耳其关系更是每况愈下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不止一次痛批纳坦雅胡恐怖分子 以色列情报局长这段录音曝光 以军试图将手伸进土耳其国内 更让土耳其跳脚 官媒引述政府说法 开呛以色列后果自负 约旦外长直言 中东仇以情绪恐怕扩大 面对批评声 以色列态度依旧 今年9月 以色列土耳其两国领导人才破冰见面 没想到不到半年 关系再降冰点 也连带让支持以色列的美国 陷入两难 TVBS新闻会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